喂?喂喂喂喂,聽不聽到?喂? 聽到嗎?聽到嗎? 2130,1130開台,早上? 現在澳洲是11點多了? OK了嗎?收不收到? 澳洲是11點,多兩小時 冬天就多三個小時,有分冬令時間和夏令時間 分別幾天了,大家好,怎樣? 最近怎樣?這兩天,達叔在這裡有沒有乖乖的? 有沒有做功課那些? 怎樣?明天帶日子呀,明天 明天告訴你,達叔明天有個非常有趣的消息 明天在一個特殊的日子之下,達叔就要回大陸公幹 但是我都會馬上飛回來香港開台 但是,萬一有什麼事呢,可能會遲一點點,但我都會盡飛過來的 好怕,上次一去完回大陸,不知道吃過披薩克 每次我都回去幫他買一次廣告 吃那個肥冷脆沙律加的肉醬意粉 明天是楊盛林生日嗎? 明天是楊盛林生日嗎? 他這麼特殊呀,他的生日日期 聽到這些,你有多喜歡楊盛林呀? 不要打這些東西呀,我明天要回大陸,你打這些 神經病,大哥呀 你也是聽的,生日快樂 今天有幾個兄弟生日的,首先說一下 有一個叫大口仔,一個叫Lawens Ho 兩位都生日快樂 先說一下巴邊的東西,輕鬆一下 隨便漸進了,看那個什麼東西呀 萬聯元老隊打那個什麼東西呀 打那個,黃馬元老隊 有約基呀,什麼東西呀 約基呀,雲老呀,肺高呀 全都出來踢球嘛 我很喜歡看這些表現賽 以前有一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那個肺高慈善隊打什麼世界明星隊 有看過 然後就不知道,廢高有個慈善基金 搞慈善賽,籌款 很過癮,每個人都打得很放的 在玩花式之類的 好記得有個,那個叫什麼鬼呀 那個球證也是明星來的 那個叫歌連什麼? 歌連盧呀? 那個光頭,意大利那個 好搞事的 那場賽事就有一個孤兒 有一個女孩子,我不記得是孤兒還是什麼 那就是受惠於這個肺高的肩金 那個呢,肺高就說這個 不知道怎麼讀書好,還是什麼品行好呢 就被人可以批准,那個小女孩 就可以下去和肺高呀,拿牙道那些一起踢球 不知道最後八十九分鐘,還是八十五分鐘呢 那個已經是想換他進來的 已經簽了,只是舉了牌 但是一直都沒有那個死球 一直都不換 然後呢,那個球證見到是這樣,就糟糕了 我怕那個小女孩不能踢 之後,她立刻吹停那場賽事 有沒有看到過? 全場靜光了,幹什麼鬼呀 原來就要讓那個小妹妹進來 小妹妹進來都要慘了 不知道是慘了斯丹,還是慘了阿朗拿道 那場賽事都挺好看的 是啊,難倒啊,你會看過我那場 明天買定金桑子呀 嘩,這球差點被人進去 這球的軟主 昨天那個 滑鈴,這個已經陳年舊試了 起碼八年前的球 有沒有兄弟記得? 幾年,哪一年踢我都不記得 說真的 總之就是肺高慈善賽 還是肺高明星隊 打世界明星隊 類似的樣子 很好看的 好,來啦 小心啊 可惜還是受不了 後天去東京 東京有什麼要注意? 東京嗎? 啊,說到東京 應該都回來了 那個拳擊手 之前就 Facebook我叫我跟他女朋友說 不用擔心 但我認識我也有工作 我開不了台 他本身是想這樣說 他現在回來了 跟女朋友開心 正在分享日本的手信 東京有什麼要注意? 是男還是女呢? 聽別人說 最近呢 其實男女都要注意 東京有些猖狂人士 很喜歡來拍 你知道日本人很喜歡拍AV 什麼鬼的 那些嗎? 他又會有什麼題材 還是怎樣? 那些 可能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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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他說你挺帥的 然後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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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他又在那裡 歸迫你有啊 就把你引進去 小心 不要上當了 男女也好 千萬不要拍 不要以為男女拍AV 鎖YY 不是啊 一會兒拍了那些變態的 那些什麼 兩女一杯之類 我啊 你簽約了 你啊 你啊 不要想著 別人說 有人跟她說有些美女女友的,我們公司什麼什麼,剩幾個美女,給你一些照片 這個也是我們旗下,簽約,這些歌仔 以前警訊都有教的,那些什麼Model公司的陷阱 千萬不要相信,小心點,就告訴你信得過的人聽 記住了,記得以前那個廣告,什麼字多多 記得要告訴信得過的人聽,什麼寶寶龍,不知道什麼沙灘一定要穿什麼 那個廣告是想帶出什麼,我突然斷了片 我只記得不知道是什麼是寶寶龍,我只記得這句對白 然後有個沙灘就要穿什麼泳衣,保護自己 然後遇到什麼事,記得告訴信得過的人聽 嗨,我是多多是呀,這個,嘩 然後呢,嗨,我是寶寶龍,然後另一個就是,嗨,我是寶寶龍呀 我覺得好不好像,我學寶寶龍,我馬上說,嘩 一定超像,嗨,我是寶寶龍呀 就是這樣 像不像 一定100% 那些,比下去,哎呀,差一點點 啊 接著什麼,兒童性侵犯 接著是什麼,那個,那個什麼東西 那句,那個,那個,那個,下一句是什麼 我是寶寶龍呀,去沙灘記得要穿泳衣,好好保護自己 接著下一個情節是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 我記得他立刻做了兩個宮廁的東西 然後那兩個男生進去,一男一女進去就穿泳衣,泳褲 啊 海丹是公眾場所,記住要穿泳衣,好好保護自己 你們真是厲害的,這樣都可以記到這些對白 厲害 啊,過目不忘的本事 好,來了,雞蛋六隻是另一個廣告,你Cross Over了 雞蛋呢,就是六隻,糖呢,就是兩次 的痾次,還要加間或皮疙瘩 然後一個轉尾,就射過三分波 然後便突然間製作一些很恐怖 即是小朋友這樣的 ……開頭 then 然後什麼看電視、什麼之今 就拍著搖控器 meiner記著 給人民肯峰記得要捉成不准心 還要說給信任的人聽 嘩、陰狼啊 被人頂入了 Underwood 樹下 木之下 道中兵團的帥哥 暫時一比你 對面是什麼 香蕉球會 剛剛明明 很漂亮 有了 可惜這一下 如果去到遠處位置 可能有少機會 你和你女朋友一起了五年 下個月結婚 恭喜 祝你們百頭到老 永潔同心 好好的對人 可惜都被人頂到 看你怎樣 那個殺禮 都被人頂住 暫時都在落後 現在很可憐 阿士有幾場 買了 那天在討論 原來就是 什麼錦標賽 什麼車路士錦標賽 嘩 阿士買了五場 我沒記錯 就是車路士 巡迴錦標賽 有幾場 無線播出 無線 有王興貴 廣播 無線 請王興貴 廣播 大家怎麼看 王興貴拍 超級大傻仔 你們 覺得這個組合 好不OK 死了 40多 40多馬 神奇 頂級 超級大 蛤 做什麼變色 這馬就是王興貴的聲音 不像嗎 我覺得很像 我學得 都算是這樣的 蛤 不夠厚 我話聲不夠 不像 完全不像 怎麼會啊 我覺得沒有一樣 你們有沒有看過 黃興貴的聲音 黃興貴的聲音 跟那個語氣 根本跟現在 是一模一樣的 是 那個什麼 謝渣 什麼 謝渣的價錢 聽出燒鵝的味道 是嗎 是嗎 全世界什麼 無線台都不看 阿士不會 如果沒有回答 為什麼不看 有場球 為什麼不看 免費球 當然看 傻豬 有免費球 一定看的 開開心 幾多年來 沒有看過這些免費球賽 以前阿士 播放歐聯 不知幾爽 大家爽歪歪 那時候 早幾年 有江宗德 和何輝 幾爽 那個年代 大家看歐聯 那就是利物浦 拿捧捧冠軍 那年 我告訴你 那屆真的多人 看得不得了 那天來了 阿叔一夜 爆了 拿到 射過去 真可憐 阿 這一下 你看阿達叔 推贏了 猴慧已經算了 跑得快 比DV 可惜 他什麼 會收起決賽 你說無線 到時就會在收費台 不是說決賽 是不可以這樣做的嗎 決賽才不行 這個後抽大膽 阿達叔 我都回來 回一回放 不行的 上年有線 還是什麼 都想收起決賽 都不行的 一定要有四場 是 與眾同樂 普天同慶 世界杯 是吧 不可以這樣做 如果他缺載 收費台 播 他就跟上年自打嘴巴 有線 又可以告回去 轉頭 他說 你上年又這樣咬我 你自己又這樣做 不行的 應該不可以這樣 是吧 以我所知 是吧 所以大家 怎樣都 有決賽 肯定有得看 是 收費台 通常就是作你 分組賽 還有那些十六強 那些 呃 好照樣 拿到來了 斬著你 光後 可惜 現在幾分鐘 五十六分鐘 落後 一比零 嘩 嘩 你這個 這兩位 姓平和姓陸的朋友 生日 你真是幾有趣 嘩 那 平生 陸生 生日快樂 是吧 一樣的 你叫到我 祝賀你 是吧 阿叔的永母托守則 拿你 給下去 我都有很多有趣 新聞 嘩 有沒有這麼厲害 迪 迪羅斯 這個是 Yossi 是 全部是日本劑 Yossi 林佳樹 華 這下 真是 亨利的級數 撞下去 不好意思 我剛剛那頭的單刀 其實本英就應該要進 這樣就不會這麼難 但 時間還有的 我們一樣可以踢到熱血的足球 給下去 可惜 都會被難倒 那 首先呢 先說一下 新聞 你們有沒有看過新的掌門人 先說說 我又想說 我又立了一立 我一開始 我打算看那個掌門人 是看有些什麼 什麼節目 有些什麼遊戲 你有沒有看過 你瘋子 我看了整集 就是 玩得滾一陣 那個獸獅 你有沒有看過 被他騙了進去 原來什麼掌門人頒獎禮 還是什麼 你有沒有看過 然後 那些人就貼了一個 惡搞 我記得高登的 我 post什麼 那個廣告 超級無力的掌門人 他知道 志偉 今天 我們 超級無力掌門人 立刻開始了 今天新一輯 一開始 志偉 通常是虛寒問暖的 那些 金剛那些 今天真的很開心 之餘 之餘又在虛寒問暖 但騰小春很久都沒有回來了 什麼什麼大加平 那些 錢家樂 那些 每個人一人一句 那些主持人多到不得了 有阮小祥 什麼 光陰宴 女人都有 南西也有 還有那個 歐土 今天 整場 一邊說的時候 歐土有沒有 整集 歐土有沒有 說過 五句 說真的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神聖 一麥頂下去 有沒有這麼厲害 擋到 抽下去 靈波 其他 哎呀 差一點點 有看到 歐土有沒有整句 廣告流出 那個Pose 笑了我抽筋 最後 他說 每個人都說話 說得很開心 最後歐土 一句話都沒有說 但最後 跳舞 你知道掌門人 結束了 一開始也有個舞跳 他說 歐土跳得最好 其他人是亂跳 那些嘉賓 那些什麼 就是亂跳 就是歐土跳得最好 但整場都沒有什麼說過 啊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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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那些我都沒有什麼印象 我好怕第一輯是學那個 立筆小身 那個什麼 屁股見的外星人 他一開始就馬上轉 扭屁股 一開始就馬上跳後 然後就馬上轉身扭屁股 出來左搖右擺 是吧 是這樣的 嘩 好險啊 有80分鐘 10分鐘 兩球 不是夢 之後呢 那些就不是太有印象 好像說那個舞那時候是陳小春片 那個舞那和整首歌我都最有印象 之後那些我硬是 都記不到那些歌詞 比掌吉 比掌吉 哇 四八八方 是順的 這些 哎呀 這次後抽 那麼 什麼 比掌聲 這首先是第一首 什麼 鬆麗絲 等等等等 師爺姐 哎呀 過了頭髮了 真可憐 對面那個防守是幾好 我猜到頭髮了 我們控球比例應該是高點 但是 就是藏不住 啦屎了 大後天 這些是真可憐 好 再繼續上去 師爺姐 再來 師爺 我呢 我呢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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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仗 可惜呀 我們全全攻型 押上去啦 好的球 全場緊迫致信 起大 給中間 想吊進去過頭 過頭的法 可惜都是難倒 對面拍得很緊,他想反撥,咬多口,我們就玩完了,最後兩分鐘,不保持兩分鐘,一分鐘入一球,就可以聚和了,給下去,唉,很慘了,想玩,怎樣啊,對面了,曾志偉,你們是不是奇遇那些,你記不記得,說真的,新的那些,第一首歌是最好的,之後那些真是,什麼鐵甲,說真的,掌門人,他說什麼,做了十八天, 我都不經不覺,有多少兄弟是由第一輯開始看,我看到那些精華片團,有些周慧敏啊,知如此類的那些,周慧敏啊,那周慧敏玩的那個超級無敵馬拉松都幾厲害,啊,你啊,大家都是,算是這樣啦,那個掌門人都算是,都算是有趣,我媽媽很喜歡看的,他經常看著都笑,那些,他就看到那些,他玩忌廉,弄到臉上, 這樣他就會笑,很開心,啊,啊,6月7號呢,就波力卡告別賽,希望他這次可以贏過,不用經常拿亞軍,啊,告別賽,一定有冠軍,啊,好啊,你有上過去玩過嗎,這個兄弟,你想去玩什麼,是, 上門人是有,啊,是,他有時原場會有些問問題,只是給你獎品,曾智偉,智偉會問你,你是有,有什麼,你是玩了什麼遊戲,啊,蘇格蘭場,非工業用,國際線路,自動溶雪,十六蛙路,風遊泰,垂直升國大包圍, 雷射彩色,細衣肝衣腐蝕性氣战,武不一致,啊,他昨天有沒有問我,我沒看完整集,說就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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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真的下飛,我完全猜不到,大家都是看得很開心, 玩到那些人就目定口岸,他就可以自己念出来那一刻才是厉害 有一次林曉峰就不拒絕了,就截鬼停了他,你记不记得 他那个超级无敌爆哀从他一直在那里,他就截鬼停了他 智慧的那些都是帮忙,你那些其他观众就走,什么武不一枝就可以了,他就不用说这么长 但是林曉峰就要整段说回来,最经典都是这个,我认为超级无力障的门人 我最印象就是这一把,哇,对不对,很短的 现在反而那些,我觉得太多的主持人太乱了,你看有个主持人连东西都没得说的 狂狂男子汉,走去吃寿司,你觉得不好吧,这些是女生吃的 哇,糟糕,好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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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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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彩啊 以前是真的什么,以前那个,他找过日本人的寿司师傅 我很记得他真的找过日本人,然后就真的弄下去了 好像那些,他现场有个寿司,有个店铺,有个车仔 就很专业,我觉得那个超级无敌掌门人是受到立不小心很多啟發 别人都吃华萨比,整个都很日式的,经常都跟着的,你有留意到 那我Facebook就有些人就在说,说什么韩国,现在的综艺节目这么厉害 无线就看到别人,哇,综艺节目那么热啊,什么Wonning Man啊,什么鬼呀 然后他就说,香港,他说TVB看到了,没办法了,我们又推翻个什么鬼呀 我说,掌门人出来,他说,我们就赢回去,你怎么看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板,你记不,有一个纸板夹起来 那些艺人要做一些特别的姿势才能过到那个洞 他是一块法宝胶板,然后他有一个人的洞,有一个人就戒人样的洞 通常那些姿势的人样洞,就是很刁钻的,例如倒立啊,杀之类 有些人就像人形蜈蚣那样,二三人玩的时候,他就弄一些人形蜈蚣的洞 或者怎么样,然后后面有一个水池,如果你不跟着那个动作做 就会被一个板压推到那个水池里,我记得那个是在日本的电视节目 我记得他有一集就说,去日本取经还是什么,整个节目就抄我回来 你有看过,他就叫取经,他就这么说,去日本的电视台还是什么 参考会板还是什么,机器的嘛,知如此类嘛,有没有印象? 我说真的,我都不记得叫什么,那个掌门人叫什么,天甲还是什么 我不记得那一集叫什么 有杂陈小春玩这个弄伤了? 我只知道以前有个呼拉圈还是什么,要抱着那些艺人 就这样转圈,我只觉得那个肯定玩得很累 我认为你们讨论掌门人最多是什么掌金聂人,什么洪天明 我记得上星期还是上星期,曾智慧也有说 有些人投诉,为什么洪天明常上去 智慧是亲切解答,而有些人真的会玩游戏的 他说天明就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运动好,还是很容易玩 所以他就说没办法了,所以洪天明啊 之如此类就是特别上得多 上过20,23次,18,我们总共有多少个掌门人 即是有几个一集,有没有可以告诉我 他代表他的星图都挺长寿的 就是18年,那个掌门人好像昨天说 他意思是他已经出道了18年 10集,10集上过20次 即是平均一集上两次 那他也算是重量级嘉宾了,说真的 是吧,大家怎么看 好,我都想问,为什么洪金堡 请这么多集洪天明,为什么不找一集 请大哥洪金堡去,你们怎么看 请杀那些,还有谁是想金堡人啊 什么Toby,你们经常说 什么Toby 吴嘉乐,嘉乐仔 还是谁,邓少尊 邓少尊,邓少尊也挺好笑的 不知道为什么邓少尊玩了游戏 我觉得他是假的,有时特意在那里输 开开心心,哭出来 哇,这下,幸好这个龙,及时就撲到 王子华上过去,好像是 王子华上过去啊 好像是 他和谢霆锋玩了游戏 玩游戏,好像是 好像是 那游戏是,先看看 你们最喜欢什么游戏啊 这个掌门人里面 我记得那时候也算是这样 香港那些游戏节目 都算是唯一Hit的 来啦! 过头,过头,爆赢你! 我记得那时候 中学还是小学那些最喜欢玩的 就是跟那些什么大电视 什么东西,通常一定会有 就是那个整张字 哇,到我波 哭着,再来 我认识啦,古哥仔 古哥仔也挺棒 我很喜欢古哥仔 他请那些 黑人啊,鬼妹啊 来唱 他又唱那些广东话 唱得很投入的 我都觉得挺好 有一集,还有一个 是说过打电话 我觉得最有趣 哇! 总之,他说什么 你要打电话 那时候我不是说过 什么什么 达明一派 有个 什么 刘以达定 你记不记得? 他就 跟着曾志偉 就叫他打电话 要他说出 达明一派解散的原因 刘以达就说的答案 很有趣 我免得再说 免得这些说 我什么翻炒 我最记得 电视打电视 打电话的环节 就笑了我抽筋 而那一集 我都很有印象 他就打 刘以达就打了 给一个女人 大概一个 三四十岁的夫人 他问 他说 黄小席 第一次打不通 我记得 第二次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我说 王小姐 他说 他说 问你达明一派解散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他说 王小姐 还是什么 他说 他说 什么 王叫名 什么 什么 很记得 我记得 我当时小时候 就不太知道 什么 词语 为什么 后来 但是不知道 那个印象 我就很有深刻印象 大过了几年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画面 闪一闪的时候 我就很记得 我立刻大笑出来 你怎么看 是 古歌仔 黑人 有个叫声爷 有个叫达哥 你都记得 你连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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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嘉宾 你都记得 你这个记性 都真是很厉害 好 好 是时候分享一下有趣的新闻 好吗 话说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新闻 就是 台湾 你知道 一涉及台湾 通常我都是说那些 台湾 最近很多人 上美白脸部 有个谣言 就说 用那些女人 清洁 某些部位 清洁 用来洗脸 就会开美白 那些面 那 台湾 有个台湾佬 27岁的 有个 27岁的台湾佬 有一天 他和那女朋友 他女朋友 吻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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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女朋友一吻的时候 就问到 味道怪怪的 直至到 那个女友 女友仔 那些雙唇 贴上去 男友仔的面 他一吻的时候 有点熟 怪怪的 有点熟 怪得来 朕味是有点熟 熟悉 他想起来和自己 来啦 先来 把球 拿回来 把球还给我 我怎么这么硬 我才没有踢两天 功力下跌了 台下 台上三分钟 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还是什么鬼 这句话 不是 sorry 说错了 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 才两天的功力 怎会打前后 打得这么快 继续那宗新闻 接着 那个女友 一吻下去 就说 哇 我刚刚吻下去 那个味道 跟我自己某个部位 差不多 那女友的投授 然后才发现 原来男友 偷偷地拿了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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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露 专清理那个地方 那个洗洁液 拿来搓面 直觉 嘔心 接着 布置就说 来啦 这个有没有机会 看看达叔 斩下来 有啦 那一下 真可憐啊 为什么啊 这下我都算 我都与底了 我说 不如我斩出来 你看 就让Dee 我认识Dee 撞下去 可能那个 风力问题 炒高了 接着继续的 新闻 报纸就说 这些